另外再来要关心是中东的局势了 那么在这个美国对叙利亚伊拉克境内的伊朗基地 发动打击之后也遭到了反击 你可以看到2月4号美军驻叙利亚最大基地 遭了无人机攻击 那么导致了6名与美军结盟的库德反抗军丧生 亲伊朗的民兵组织利用无人机袭击 美军驻叙利亚东部最大的基地 虽然没有造成了美军死亡 但是导致有6名的库德反抗军的士兵罹难 他们是美军的盟友 2月5号库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军表示 美军没有报告任何人人身亡 伊拉克民兵组织伊斯兰抵抗组织发布了影片 显示他们从秘密地点发射了一架无人机 另外还有18人受伤 2月2号美方对伊拉克跟叙利亚境内目标发动了攻击 那么白宫先前表示空袭之前通知了伊拉克政府 但是现在美国的官员表示美军没有进行事先的通知 好这个是不是前后不一 那么现在是改口了吗 说法矛盾 那么2月4号美英联军对叶门发动新一轮的空袭 这个袭击行动涉及的叶门总共是有13个地点 36个目标 包含了是武器的储存设施 导弹系统 防空系统等等以及沿海的无人机控制中心 英国首相苏纳克强调这是一个精准的打击 从2月3号晚间到2月4号凌晨 多国联军三波的攻击不间断 同时袭击两个国家境内的伊朗势力 美国中央司令部统计在这次总共是用了超过 一百二十五枚精准的这个导引炸药 瞄准超过85个目标 那么在2月4号看到是伊朗的外长也发文了 强力谴责英美对叶门的军事戏动 以及美国对伊拉克叙亚侵略 之前英国外交大臣会面的时候 他明确表示继续战争不是解决办法 在中东提示我们请教两个 这个完全是大内宣用的啦 你去想一想啊 炸了185个地方 然后用了125枚精准炸弹 结果只死了40个人 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这个当然就是因为他停了5天才打嘛 所以人家已经跑光了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他不想造成太大的伤亡 不想事态扩大 就是不想事态扩大 不希望那个伊朗火大 然后民兵再报复啊 可是还是照样发生报复了 因为人家也去炸了叙利亚的美军基地 事实上这一次伊拉克跟叙利亚那些民兵 我认为他们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求离美军离开了 因为伊拉克政府已经提出正式请求了 说请你离开 因为美军基地啊 没有在地政府的同意 你是没有正当性的啦 那以前叙利亚跟伊拉克还有理由说是要剿灭那个伊斯兰国嘛 那现在这个已经基本结束了嘛 那你凭什么还给人家留在这里 你应该回去 那个阿拉伯半岛其他政府欢迎你去的地方啊 这地方很多啊 卡达 阿联酋 科威特 一大堆地方你都可以去啊 那你为什么偏偏要留在伊拉克跟叙利亚 我认为啊是伊朗这些民兵组织就是 认为现在就是一个机会 制造死伤 然后让你成为选举的话题 因为美国真的已经有媒体在讨论这件事情 说我们还有必要在这里留基地吗 你去想一想啊 过去一年被攻击了165次 为什么都没死人 为什么这一次一下就死了三个人 所以并不是人家打不到你 是人家没有真正打 真的要打到 以前都是打到旁边啊 所以都是脑震荡啊 所以就美军一直有人后送脑震荡去 去就医嘛 可是我觉得这次他们真的发狠了 就是说你刚好是选举年啊 那我就让你国内的舆论来发烧一下 来评估你这个基地存废的问题 那我认为他们时机点是逮得对了 所以接下来美国真的要小心啊 就是他接下来打都是要死人的啦 你去想一想拜登都会作秀 那三个美军的 这个上升的那个士兵送回美国的时候 你有看到总统亲自迎接那个灵救的吗 拜登跟他的太太一起去迎接 你什么时候看过这种场面啊 了不起一个国防部的一个 我觉得次长都已经算很大了 总统跟太太亲自迎接灵救回国 所以这个就是选举作秀的成分太浓了 那你既然这样对不对 那我就将计就计 所以你看他这个打啊 就是因为他一定要对美国人交代嘛 所以就打的地方非常多了 这里打了85个点 叶门又打了60几个点 表示说我很认真在报仇啊 我很认真在打 对啊 可是我都没有在看你们这些表面的东西 我只看你杀了多少人 结果死了只有40个 你不觉得这有点荒唐吗 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战力 这个精准炸弹多贵啊 一颗搞不好要1000万美元啊 他一下就打掉125枚 将军 这个他故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美国来讲的话 现在很为难 我跟各位报告 如果一场战争 如果说是靠空袭来讲 是达不到战争的目的 也结束不了战争 然后一定要靠地面部队 实际上面继续作战 但是美国现在 很明显的不敢派地面部队 进入中东地区 我觉得美国反而想要 从中东地区来战略退缩 他准备集中兵力 到亚洲地区来 对付解放军 所以说但是美国现在来讲的话 我觉得中东里面 有一股力量把他拉住 不让他离开 因为他想离开 我们大家都知道 美国一定想离开 因为他以前为什么要到中东呢 因为他以前是11公美元 他必须要靠中东地区 产油国家这些油 来提供他自己国内的所需 所用 那美国现在来讲 他自己发明了 页岩油开采的方法 他现在平常讲 美国自己本身的能源供应 是能够自给自主的 他不太需要依赖中东的石油 所以他就想说 从中东地区来撤退 那中东地区其实问题很复杂 除了自己本身里面 除了实业派迅尼派之外 他还有各种族之间的问题 对不对 各部落之间的问题 你不要讲 这个伊朗他本身就是波斯人 对不对 这个沙特是阿拉伯人 他不同的民族 所以里面很复杂 这东西美国自己缴获在这里面 他已经离开不了了 那这次来讲很明显 你看这个中东地区里面 他这个 这个叶门胡塞组织 他南叶门跟北叶门 就是同一个叶门国家里面 又分为不同的组织 其实美国想抽腿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看出来有一股力量 一直把它拉住 你不要走 那这股力量到底什么力量 现在不晓得 会不会是以色列 对不对 以色列如果走的话 对以色列 美国如果离开中东地区来讲 以色列来讲的话 就会倍感威胁 那另外当初有很多国家 必须要靠美国来保护的 包括沙特 阿曼 阿联酋 这些国家还有巴林 这些国家都是跟美国友好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讲 很明显的美国想抽腿 但是这些国家 可能拉住他不让他走 所以发动这些攻击 让你美国参与进来 那美国也看得出来这种局势 所以他只用空中的攻击 那这次来讲 跟胡塞来讲 我们很明显看出来 就是美国对叶利亚 这些民兵组织 对伊拉克这些民兵组织 他用的是空军 B1B的飞机来轰炸 但是对胡塞组织 他用的是海军来实施轰炸 这是他很大一个明显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 我觉得就是很明显 他就是这个 这个区分 作战地境线 就是区分作战任务 一个是海军负责 一个是空军负责 但是我觉得 美国最大的噩梦是伊朗 但最后根据的问题 还是在以哈的冲突 如果说以巴的冲突来讲的话 没办法解决的话 来讲这个冲突点 继续拖下去来讲 对美国来这个 这个美国拜登来讲的话 他会陷入这个泥潭里面 那美国现在一直想要 我不要陷进去 那这些国家就一直想要把你拉进来 希望你地面部队要进来 要进来要进来 但美国现在来讲 我地面部队注意不进去 那为了跟国内有个交代 就像刚刚梁格所讲的 他就作秀嘛 然后废了那么多的精准大战 打得真的很准 对就是不打你的这种人 我这精准大战 你摧毁有效果 有效果 他就是不打人 他精准在什么 不是打这种目标 摧毁有效果 而是精准在 我不打到你的人 你避免这个 我讲的是真的 就是我不要避免 你的仇恨值更高 如果仇恨值更高来讲的话 我在这边的基地 遭受攻击的机率会更大 对我没有好处 对我来讲没有好处 反而我会被攻击 被袭击的机会会会更多 所以他这精准大战用的是对的 但是他用的是什么 是在不打到人 对 在这方面做精准的一个攻击 然后避免更大的伤亡 造成更大的仇恨 更大的反弹 然后他会被更拖进去 我觉得这是 美国现在打的算盘 是这个样子 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